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的環節 今次嘉賓請來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副經理 黃昂豪在這裏的Raffy 你好 你好 我們看看港股今早早高開過8點 但上午的波幅就窄一點 今早早高開135點 開步24329點 開始之後升幅擴大 最多升166點 今日高見24360點 重上十天線 之後升勢也叫回信 中午收報24327點 也升124點上來 成交到372億多 港股方面的勢頭 是否沒有上一天那麼差 反彈有些動力 接下來有沒有力在上 今天來說雖然這刻彈回過8點 但我自己就覺得也要再觀望一下 我自己覺得反彈力也不算太夠 一來你看到今天叫做高開園回來 其實整個上午都保持過8點左右的升幅 沒有特別再加多的升勢 又沒有特別大的變動 而且依芬靠的都是靠幾隻的重磅藍酬 例如回風、建行、中熱鬥等等 但你說其他的升勢其實就不算太全面 所以這樣說 其實市場就未必看得太過 短線來講未必看得太過樂觀 今天來講雖然升了過8點 但上午市的成交都是三百多億左右 如果以芬這樣推算 應該有機會較過往幾天比較縮 所以以芬來講過市升了過8點 但成交又縮的話 動力上看其實不算太強 我覺得始終都是那一句 因為大家觀望的東西還是比較多 比這星期來講也有很多因素可以阻礙到市 最主要都是一例就是業績 今天開始的內銀股都相繼公佈業績 特別重磅一點的一些內銀 例如交行、離任幾天建行、公行等等都相繼公佈 這都有一個左右性 因為這次大家看 除了看大數的表現之外 或第四季有沒有改善之外 都是看派息究竟有沒有增加 如果之前個別的內銀股都不斷破頂 如果一旦出來的業績沒有特別加派息 或者沒有預期好的因素去炒作的時候 可能都會拖累到股價回落 以致港股方面都有回肚的可能性存在 再加上其中外圍理解 其實這件事仍是看著美國方面特朗普的因素 因為以特朗普最新在依改法案撤回之後 大家都對他之後的執政 可能特別是一些減少政策 或者基建開支的政策方面 都有審慎一些看法 所以這件事都可能對美股不利之下 對港股都有一點回調的可能性存在 而且最後一件事就是英國方面 明天都啟動脫勾程序 當然不斷說過 這一下啟動脫勾程序不是即時就立即脫勾 但始終有機會有些震動性可能會出現 再加上其中港股有其結因素 所以加加慢慢的 其實這樣數也有三四樣東西 是有機會阻礙到港股 所以短線來講雖然今天升上來 但我始終都覺得暫時反覆著 下面來講也現一條二十天線 大概兩萬四附近做回支持 這位守得住未算太大問題 但守不住的話 我覺得重貨的投資者都需要小心一點 好 今天藍籌除了你剛才提及過的中溫藍籌 有得升之外 其實今天見到一些後賭板塊的股份都升上來 例如鄭銀魚中午收升近3% 步42.3.5 也創了52週高位 最高見過42.5.5 金沙中國升超過2% 永利澳門升近4% 美高煤都升超過3% 在市場上也預計 未來可能有博彩收入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現在有一個炒作空間 但你又覺得博彩收入的表現 究竟會是做好還是做淡 我覺得以博彩沽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偏不錯 偏樂觀 因為特別以3月份這個數據 雖然在下個月初才公佈 但看回頭十多天回來的表現 大廣也估計增幅應該比較明顯 今天也不錯的表現 所以這份這樣推算 其實3月份的博彩數據 應該不太差 而且這份本身撇除博彩月份數據也好 整個行業來計 其實明顯地都由去年的下半年開始 都慢慢有一個很明顯的回暖 連續很多月有一個正增長在現場出現 雖然不至於早幾年這麼高速的一個壓度上的表現 但是慢慢看到那個叫增速回暖 都幾意味著應該最差的時間 慢慢都捱過了 再加上近期 其實見到個別博彩公司的項目 酒店入住率還是偏高 訂房方面的需求還是大 基本上以來也有個別新的賭場繼續開幕 而且正面上看 其實近期都算是鬆一點的 由之前全面禁煙 這刻就開始個別的禁煙室設置 變相有機會鬆一點 所以這因素上說 對大牛環境上看我覺得比較不錯 而當然特別來算 你看到幾隻 其實整個版法都做得好 但個別更加是不斷破高位 但如果以現階段來算 比較明顯的直播性多一點 我自己依然都是看一隻永利澳門 1128 因為始終本身它一來 中場戰尾多得來 都是下一些比較高端的中場 我相信它的增速 會較只做一些普通大牛市場 為主的豪賭公司 增長性會較快 而且這回合才提到 他們去年開的新項目的皇宮 似乎暫時市場都挺受歡迎 我覺得這因素上說 對它的前景看法依然比較不錯 好 明白了 然後和你跟進 就是之前公佈業績的 融創中國1918 業績公佈之後就炒賞 今天來講 都看到升了超過8% 已經超過9% 52周高位見過10.42元 中午收布在10.26元 你看它業績的情況 順利要向下跌 24.85% 去到24.78億元人民幣 變相都不是做得特別好 不過似乎 鄧翻雲來說 都比中期業績做得好一點 現在的情況 是否都可以有力再上 當然短線 不排除有力會再上一上 但你說直播空間上 我覺得就不太夠 為何短線再上一上 一來就真的關於業績事 雖然大數倒退兩成半 但對比上每年來計 都有明顯改善 甚至乎較有預期比較理想 再加上最主要今次星期主因 都是派息 雖然業務盈利是退兩成半 但派息大增三成 以近期大家喜歡追高息股 派多息股份的時候 當派息好一點 又有手足空間 以因素上說 的確不排除短期 還有可能上10.5元 留上稅位 但始終現在是10.25元 如果現在才追下去 直播空間不多 有貨的可以保持 但沒有貨的 暫時先觀望一下 明白了 麻煩了Ravi剛剛的詳盡分析 最後就看內地市方面 上週也要普遍向下 上證指數跌9點 報3257點 深淨情指跌11點 湖深300指數跌6點 蔡易反指數跌1點 我們上週的直播環節 就先來到這裡 剛才說的股份是哪隻持有 也沒有 我們下午再見